好來 繼續來看 水風交通的 鐵機路線 這個棒線的路段 本身是由於四個的便破 應該是安全的 怎麼會棒線呢 雲安會今天是說 蘇國發生的東西 就派到現場調查 確定沒有任何的所謂 接下來的安全檢視 會跟台鐵局共同來進行 第二 水風交通的 大這國的設施 發生大規模的棒線 經過十天才將這個 在等車線 會等車 相向的通車 嚴國經過調查 這個事故路段 是相亦沒有安全過路的 山普台 還是怎樣的棒線 是否對山普台 安全控管 敢要調查 雲安會是這樣說的 我們站在第一線 我們是站在第二線 共同說在第一時間 就派人去現場調查 發現說 台鐵都有第一時間 經過加速 列車中也有同級速度 比較不安全 只是經過十天 總算單線通車 台鐵就希望在過年前 可以抽筒相關 安全上沒有考慮 海鐵局他怎麼去規劃 然後整個過程 是不是每一點都有好好去關注到 現在台鐵水風交通的 大大規模的棒線 他們去國外對流 山平安全的關心 這個雲安會共同說 會跟台鐵局合作去了解 以後這個事情要發生 對於… 嗯…